44岁比利时单车骑士 Toymer Behemons来台环保 昨晚行进台南市永康驱使 脚踏车突然损坏 手机又刚好没电 无法求助 有人正一路无助牵车找车电时 经过永康警分局 沿航派出所 看到英文玻璃式招牌 硬着头皮入内求助 完全没料到台湾警察 完全不像许多 鹅鹿警博那样冷漠 不但帮忙修好脚踏车 还帮手机充电 得以继续形成台南玻璃式 热成服务身或感激 让外国旅客深刻体会 台湾警察的热情及人行为 也成功做了国民外交 昨天傍晚永康分局沿航派出所 警员李央骏值班时 一名洋人眉头伸索走进所内 见到远景却欲言又止 可能以为台湾警察和老家的玻璃式一样 不太说英语 试探用英文说哈喽 李阳俊立刻以流离英文 询问是否需要协助 老外写出望外 竟然说英语也会通 杨骑士随即表示 自己的脚踏车坏掉了 又恰巧手机没变 牵着车一路寻找可修车的电压时 看到派出所门口的 Police秀张招牌 鼓起勇气进来求助 远景先是请骑士入所 让手机充电再陪同查看脚踏车受损情形 原来只是落链 这对许多台湾人来说不算损坏 二话不说帮忙把链子装回去 双手沾满了油渍 外籍男子十分感动 骑士等待手机充电时 远景拿运动饮料给他补充体力 言谈间得知 原来他预计来台旅游两周 靠单车环导 正要到安平寻找有人时 去遇到脚踏车故障 及手机没变 人生的不熟之际 幸好能遇到热心的警察帮忙 让他深深感受 When one door shuts Another opens 天无绝人之路 更称赞台湾警察的亲和力 临走前一再握手称谢 永康分局表示 警员李央骏警专第33期行政警察学系毕业 既年轻又热忱 看到洋人有点彷徨 无措 觉得助人不分国籍 于是毫不犹豫伸出援手 又对男子之身来台 环道旅游感到好奇又佩服 于是展现外交实力 与其交流环保心得 旅员热心服务的态度 值得表扬赞许 比利时单车骑士 Toymer Behemons 来台环道 脚踏车故障 手机又没变 远景及时协助 图翻射画面 分享比利时单车骑士 Toymer Behemons 来台环道 脚踏车故障 手机又没变 远景及时协助 图翻射画面 分享比利时单车骑士 Toymer Behemons 来台环道 脚踏车故障 手机又没变 远景及时协助 图翻射画面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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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转发